翻摆 hello大家好 我是迷阳 今天我接下来一个非常神奇的扑克牌模术 废话不多说 乘如各位所见 这边有一个扑克牌 当然背面就这样 对不对 好 这边呢 当然每张牌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这个模术呢 开始变变之前 选择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呢 等会这样 这样滴滴滴滴 我把牌拨下去的时候 心里在喜欢的时候说停 停 我就停下来 好吗 好了 预备 停 好 这个你先喊停的地方 这张牌先选到 拿去看 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所以你从这么多半斤中选到这张牌 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对不对 完全是随机的 好 你今天一样的 再这样把牌一路拨下去 在喜欢的时候说停 好吗 预备 停 好 在你喊停的这个地方 把你选择牌插进去 来 给我好了 但我不会看 好 先放一半 OK 很多人都怀疑说 牌在魔术师手里 可能会动你手脚 因为魔术师手很快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 我用一根橡皮筋 把这副牌 好 整个捆绑起来 像这样 好 捆得很紧 这个样子呢 这种状态下 我就不可能做任何的手脚 因为牌被绑死了 这样是你刚选的牌的吧 嗯 轻手帮我把它推到里面去 飞进去 吃到牌点里 对 OK 好 完美 在里面 下面已经绑住了 不可能做出任何手脚 对不对 好 强调一遍哦 第一张不是你选择牌吧 嗯 不是 好的 好 仔细看 在这个地方 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仔细看 一 二 三 下面已经跑第一张来了 各位观众 刚选的牌是什么牌 方块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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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怎么做到呢 看起来 首先呢 你需要准备一部牌 然后呢 准备两张一模一样的牌 比如说两张方便A 好 设定是这样 一张方便A放最上面 好 第二张方便A放最底下 同时翻过来 同时呢 翻开两张杂牌 自己翻过来 把这张方便翻过来 放最底下 然后再拿一张杂牌 遮挡路这三张牌 那样子 好 像观众展示 背面没有问题 不要漏的这里就行 像观众展示正面的一样 没有问题 不要漏的这里就行 好 然后 第一步 强迫观众选到这样方便A 怎么做呢 好 切一个牌 然后小姐在这边做个间隔 这个样子 这边间隔在这边 然后跟他讲 我让拨牌在喜欢的时候说题 无论观众在哪里喊题 你都从间隔这个地方把牌分开 所以当然就强迫到观众想到的方便A 对不对 好 选完之后呢 选完之后把牌翻演成刚刚的样子 然后 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 把我们的底下这张牌 拖到最上面来 这样子下面就是方便A在这了 对不对 那怎么做到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法 你可以用双切啊 或者利用三手护顶牌也可以 随便你怎么做 好 然后 然后 把这样底牌拖下来之后呢 让观众把牌插在中间去 对不对 然后拿出一根橡皮筋 然后把牌 把这个牌给绑住 观众讲解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做到 动到牌了 对不对 但其实呢 我们只是为了待会尿牌的时候 才不会散 好 可以让我们把牌 把方便A插到里面去 插进去之后 这时候要公众强调一遍 你说第一张呢 不可能是你的方便A 对不对 因为插在中间 你亲手推进去对吧 把橡皮筋绑住了对不对 我不可能做手脚 然后这个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的眼神 一定要看你自己的手心 头要低着 好 注意力 看了你的手心 观众注意力 就会低着你的手心 然后你将尿牌的时候 第一下正常尿下来 第二下的时候 在空中翻一个圈 然后尿下来 第三下的时候 再正常尿下来 好 这个动作很重要 一定要眼神看自己的手心 这样观众就不会注意到 你空中把牌翻了一圈 好 这个时候 所以当然 我们的方便A就被翻上来了 对不对 这个魔术就是这样做到的 非常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期到这里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点赞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